嗨,接下來就是我們帶來的最後一首詩跟最後一首歌 那在最後一首詩和歌開始之前 也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 我是小小的海 我是在台中有經營一個自己的閱讀空間 那剛剛的書呢都是就是我很常在一些活動中會和大家朗讀分享的 我發現就是現在很多人可能雖然可能不喜歡閱讀或是沒有閱讀的機會 但是透過聲音的情感他們比較能夠接受到那些文字之中想要傳達的話 那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那克里夫呢他是會用他的歌曲 就是寫下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還有寫下土地的故事 然後他是一個環遊台灣的暢遊創作者 那我覺得他的歌都非常有關於生命關於自然還有關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的力量 那接下來他要演奏的最後這一首歌呢 也是他最新的一首歌那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就覺得非常的溫暖 很像是小時候就是媽媽或是奶奶在你床前就是對你唱著搖籃曲 或者是對你說著故事的那一種感覺 那最後一首詩我選的是任命性的有所歸 想要說的話呢都在最後這一首詩的詞句裡面了 好 送給大家 好 送給大家 有所歸 願那些在愛中受傷的 願那些在愛中受傷的 終能在愛中自由 像雪花得到飛 眼裡遠游到沙灘 千辛萬苦 千辛萬苦 鐵皮人得到了心 願那些像命運抗爭的 終能在憐憫中和解 像浪子回到家 黑夜升起火 日月星辰 在萬有的盈利中 靜靜 承轉 暗夫 漫 Sams valores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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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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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